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9号 那今天呢 对这个世界经济来说呀 是一个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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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一个名词叫黑天鹅 那今天呢 发生在这个世界经济领域里的两个事啊 都不能叫黑天鹅了 在狗哥看来呀 就是这个遮天蔽日的黑乌鸦群 黑乌鸦遮天蔽日 这个呢 就是狗哥对现在世界经济的这个看法 一个事件就是国际油价暴跌 其实呢 用暴跌这个词啊 已经不能形容今天的这个惨烈了 今天的这个国际油价呀 已经是自由落体了 最大的跌幅是30% 这个呢 是创下了1991年以来 这个最大的单日跌幅啊 狗哥呢 再强调一下 今天的这个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 是创下了1991年以来 最大的这个单日跌幅 关注狗哥频道的这个老朋友啊 应该都知道 在上周的影片里啊 狗哥呢 给出过一个判断啊 就是从中国开始的这场瘟疫 有可能引发30年来 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局啊 那为什么是30年 狗哥认为呢 上一次类似的这个大变局呢 是1990年前后的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 那1990年到现在2020年啊 正好是30年 也就是说呢 从现在的这场瘟疫开始 在全世界引发的一系列 这个经济上的变化 引发的政治上的变化 引发的国际关系上的变化 现在呢 大家正在体验的这个巨变 这些种种的变化 狗哥认为呢 他的规模啊 有可能能够跟30年前的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相提并论 所以啊 还没有订阅狗哥频道的网友 大家呢 务必要点击订阅按钮 并且呢 要打开小铃铛 这个话题呢 应该呢 都是大家会非常关注的 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 狗哥呢 在以后呢 也会密切的关注 这方面的趋势和变化 并且呢 会跟大家呢 进行一个及时的分享 所以呢 大家呢 就一定要订阅狗哥的频道 那先说一下今天的国际油价啊 为什么在今天会出现一个自由落体啊 出现一个 这个近30年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 直接的原因就是世界上两大产油国 一个是沙特阿拉伯 一个是俄罗斯 这两个产油大国之间的这个恶性竞争 按照去年啊 也就是2019年 这个世界各国石油产量的排名 沙特是世界第二大产油国 俄罗斯呢 它是紧随沙特 排名世界第三 这两个国家的石油产量加在一块 差不多呢 就相当于整个世界石油产量的四分之一 所以呢 大家呢 就可以感受一下 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体量啊 确实是非常的厉害 那这两个国家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一个恶性的竞争 就是本来呢 沙特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呢 他们之间呢 有一个石油生产协议 那这个协议就规定了 每年这个这两个国家啊 沙特你能这个生产多少石油 俄罗斯呢 你每年能够生产多少石油 这两个国家达成这么一个协议 就是为了保持这个国际油价的稳定 不要大起大落 因为这个国际油价它市涨是跌 完全是一个这个市场行为的结果 国际市场上的这个石油多了 那油价呢肯定就会跌石油少了 肯定就会涨 这个呢基本上就是需求决定价格啊 所以呢 沙特和俄罗斯啊 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 这个原油生产大国 他们之间呢 就有一个协议 就是规定了各自国家每年呢 能够生产多少石油 这样呢 这两个国家呢 就能够根据这个国际市场的这个需求啊 来进行调整这个产量啊 来避免这个油价的大起大落 但是呢 这个协议呢 到下个月就到期了啊 所以呢 最近段时间呢 沙特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呢 一直是在进行谈判 要达成一个新的协议 但是啊 很不幸 这个谈判呢 在上周五的时候就破裂了 那没有达成协议 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是这两个国家呢 沙特和俄罗斯 他们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 随便生产原油 那这个呢 就是今天国际油价啊 出现自由落体下跌的职业原因 因为这两个国家没有协议了 而且呢 都表示要大幅度的增加这个石油产量啊 这个呢 就是恶性竞争 将来国际市场上的这个原油肯定会多很多 所以的这个价格就必然要下降 这个呢 就是今天国际油价自由落体的这个最直接的原因 狗哥说了 这个呢 是最直接的原因 那还有没有什么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啊 当然有 最根本的原因呢 还是这个世界经济整体的这个衰退 狗哥呢 在以前的影片里也说过 世界经济呢 它是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这个衰退的周期 或者说呢 叫这个低迷的周期 大家呢 应该都知道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啊 包括各个国家 这个经济的发展 它总是一条曲线啊 经济发展的轨迹呢 总是一条曲线 它有高峰啊 也有低谷 有这个增长非常强劲的时候 那也有这个增长低迷的时候 甚至说呢 是出现这个完全的停滞 甚至说呢 是倒退啊 是衰退 那这个呢 就是常态 世界经济 它这个发展的正常的状态 那上一个低迷周期 是什么时候 就是这个2008年 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那几年 那几年呢 是世界经济的上一个的低迷周期 然后呢 世界经济呢 就出现了一个恢复和强势的增长 这种势头呢 基本上持续到去年和这个今年啊 不同国家的状态呢 它不太一样 那现在 中国开始的一场大瘟疫 在全世界正在扩散 那狗狗认为 带来了一个影响啊 就是过去几年 世界经济的这种比较强势的增长周期呢 已经结束啊 现在呢 已经是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增长比较低迷 甚至说呢 是这个衰退的这个周期 而且呢 狗哥必须要说呢 这个新的世界经济很衰的这个周期啊 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中国变衰呢 是从2008年开始呢 就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去年中美贸易战呢 有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然后今年雪上加霜 就是这场大瘟疫啊 大家都正在感受 那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所以呢 中国经济的衰退啊 它必然就会导致全世界经济的一个衰退 这个呢 是必然的这个因果关系 所以呢 这个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整体衰退的周期 这个呢 就是今天国际油价呀 出现自由落体下跌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即便是这个沙特俄罗斯没有达成协议 两个国家都放开了啊 可以生产原油 但是只要是世界经济整体很好啊 对石油的需求呢 能够不断的增长 那油价呢 也不会跌的太厉害 最关键的就是眼看世界经济正在变衰 对石油需求的减少 但是你沙特和俄罗斯还在这个恶性的竞争 要不受约束的增产 那大家说这油价能不自由落体下跌吗 不暴跌没天理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今天啊 世界经济的一群啊 第一群的黑乌鸭 大家呢 应该呢 已经是感受到这个威力了 可能会有网友会说 这个油价下跌是好事啊 我就可以这个随便加油 随便开车啊 不用担心这个烧多少钱了 但是呢 狗哥呢 告诉这些网友 今天油价自由落体下跌的信号 就是以后呢 你可能根本就没钱买汽油了 不是说你要买多少汽油的问题 而是说你除了面包之外啊 还有没有钱买汽油的问题 这个呢 就是可怕之处 那今天的第二群黑乌鸭 就是全球股市暴跌 特别是美股华尔街 今天美国股市一开盘 四分钟之内 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 就狂跌了7% 这个呢 就触发了美国股市的熔断机制 导致三大股指呢 是全部暂停交易15分钟 这种状况呢 是美国股市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 那上一次美股触发这个熔断机制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1997年 23年之前 当时呢 是受到这个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所以呢 大家现在呢 就可以想象一下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什么信号 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以后 全世界呢 发生过两次大的金融危机 一个呢 是1997年到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另外一个呢 就是狗哥刚才提到的这个2008年到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那是不是差不多每隔10年就发生一次 对不对 那从上一次金融危机到现在 正好呢 是差不多10年 大家说 今天全球股市的暴跌 美国股市呢 再一次出现这个熔断 有史以来的第二次熔断 那这个是什么信号 是不是也是预示着一场新的这个全球金融危机 已经开始 在这儿呢 狗哥呢必须要提醒一下这个中国大陆的网友啊 最近呢 这个好像是中国的股市呢 表现还不错 比美股呢 要好一点 但是呢 狗哥要提醒一下中国大陆的网友 千万呢 不要再把钱投入到这个中国股市里 本来这个中国股市啊 就不是韭菜们能玩的 而且呢 现在中国经济大衰退 已经是发生 已经是进行时 正在进行中 那股市怎么可能会好 对不对 所以呢 千万千万不要再把钱投入到中国股市 在这个世界的大变局里啊 最需要做的是守财 守住 手里边已经有了这个财富 尽量呢 不要让他贬值的太厉害 要守财 而不是说呢 要去投资啊 去增值 这些事呢 不要去干啊 这个呢 就是狗哥的一个忠告 所以呢 狗哥的判断啊 在全世界范围内 一场经济的这个大衰退啊 已经是开始啊 那会在政治上产生什么影响 会不会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 引发这个更多的动荡和冲突啊 甚至说是战争 这个呢 应该也是很多网友啊 都非常关注的话题 狗哥认为这个世界 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经济的衰退 肯定会引发很多的动荡 很多的冲突 甚至说是战争 狗哥呢 先说一下 这个生活在现代文明国家的这个网友 也就是像美加奥新 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亚洲的日本 韩国 台湾 新加坡啊 那所有生活的这些 现代文明世界的这个网友 大家呢 都不用太担心 生活上肯定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这个呢 其实就是民主社会 法治社会的这个最大的优势 基本上不会因为这种经济形势啊 社会问题啊 出现大的灾难 基本上不会出现 那除了这些国家之外 生活在其他国家的网友 大家呢 可能他就不会 太放心了 那现在的这场危机 经济衰退和大瘟疫的一个叠加 会在哪些国家最容易引发大的变动 可能会引发巨变 狗哥认为呢 有必要重点关注三类国家 第一类就是这个集权国家 狗哥认为呢 这类国家呢 最应该关注的就是两个 两个集权国家 中国和朝鲜 那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 其中最应该关注的就是中国 狗哥呢 他对朝鲜这个国家呢 已经是彻底失望了 这个国家情况再糟糕 再来一次打饥荒 饿死再多人 如果说没有外来帮助的话呀 朝鲜人呢 恐怕也不会起来反抗 那个金家政权啊 所以呢 这次全世界三十年以来最大的变局 会不会在朝鲜引发这个大的变化 狗哥呢 不是太抱希望 那跟朝鲜比起来 中国呢会不会有一场巨变 狗哥认为呢 有可能啊 这种可能性呢 比朝鲜要大 但是呢 到底怎么变化 那狗哥就不好预测了啊 只能是大家呢 跟狗哥一起来密切关注 正在进行的这场变化 这个呢 是第一类 这个集权国家 可能会在这个三十年以来 世界最大变局里啊 有这个很大的变化 那第二类国家 就是威权国家 狗哥认为呢 这些国家呢 应该重点关注伊朗和俄罗斯 这两个国家的政体呢 比朝鲜和中国呀 稍微呀 稍微呀 进步那么一点点 所以呢 他们是威权国家 不是集权国家 狗哥认为呢 那这次的世界大变局啊 在伊朗和俄罗斯 引发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 甚至说呢 比中国的可能性还要大 也就是说呢 伊朗的这个神权统治 它有瓦解的这个危险 在俄罗斯 普京长达二十年的这个统治啊 也有可能结束 这些聚变发生的可能性 都比中国发生聚变的可能性 多要大 那狗哥的这个预测对不对 大家呢 也可以拭目以待 第三类国家 就是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很多网友呢 应该都知道一个名字 叫阿拉伯之春 就是2010年开始的 这个持续了好几年的 这个中东阿拉伯地区的 这个民主化运动 那阿拉伯之春发生的一个原因 就是2008年2009年 这个世界金融危机 对中东地区的这个冲击 这个呢 是阿拉伯之春发生的 这个经济的背景 所以呢 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一轮新的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那肯定还会对中东地区呢 产生冲击啊 还可能会引发这个新的动荡和冲突 这个呢 就是狗哥对世界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大变局的一些预测 大家呢 都可以跟狗哥一起 在以后呢 拭目以待啊 看到底会发生哪些变化啊 好了 今天的这个影片啊 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呢 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啊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在明天见 拜拜